布雷维克并不是直喊口号的骗子 既然话都放出来了 说干就干 第一步就是搞到枪支许可证和真枪实弹 在挪威 居民拥有枪支是合法的 而且购买枪支不需要登记 据有关部门统计 整个挪威有50万把枪散落在民间 没有被登记在案 不过由于挪威的犯罪率很低 居民知法守法 所以倒也没什么纰漏 因此布雷维克轻而易举的就搞到了两支枪 对此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喜欢打猎 后来他就拿着这两支枪进行了大屠杀 光有枪还是不够的 没用过枪的人在开枪时往往因为过度紧张 哪怕是近距离的人都打不死 所以2010年到2011年的冬天 布雷维克加入了奥斯陆一家枪支俱乐部 开始学习射击 枪虽然厉害 但是要一瞬间杀死很多人 还得扣炸弹 为了制造炸弹 布雷维克下了不少的功夫 他在奥斯陆附近租了一个农场 至于制作方法 网上有的是 只要花点心思琢磨下就行了 2011年春 布雷维克搬进了农场 开始闭门造车 制作炸弹最缺的就是原料 不过这也不难弄到 一部分可以从网上订购 另一部分在挪威当地的药店里就能买到 比如制作炸弹必须要硫磺 这个是毅然的危险物品 但是也有杀菌的效果 比如我们常见的硫磺灶 布雷维克告诉药店的伙计 他需要硫磺来给家里的游泳池杀菌 于是顺利地买到了一大批硫磺 布雷维克租借的农场 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掩护 农场宽敞安静的环境 让他在里面想干啥就干啥 布雷维克又跑去药店 告诉伙计自己要种甜菜 并且以此为借口 购买了大量的化肥 进而从化肥里提取硝酸胺 作为炸弹的原料 要么是网上的方法写得不对 要么是自己太过生疏 一开始布雷维克的炸弹 根本就炸不起来 后来他费了不少功夫 也未能取得成功 布雷维克急得要命 眼看就要放弃了 结果就在2011年的7月 他居然成功地 制作了一个土炸弹 在农场的几个月里 邻居时常来拜访 问这问那的 但是每一次 布雷维克都能够成功地 掩饰过去 没有引起邻居们 一丁点的怀疑 后来邻居们还表示 布雷维克这个小伙子 又礼貌又客气 人挺不错的 虽然花了很长时间 做准备工作 然而这些只是 布雷维克计划的第一阶段 计划做得再好 不实施 还是没用 于是布雷维克 在2011年7月22日 开始了计划的第二阶段 展开袭击 布雷维克搞到了一件警察的制服 装模作样地穿起来 随后他租了一个面包车 把炸弹安置在车里 打算来模仿 恐怖组织的路边炸弹 然而整个过程 一开始就出了疲漏 布雷维克把面包车 停在了挪威司法部 和总理办公楼的正门口 随即躲进了 另一个面包车里 整个过程看上去 确实没错 那么 问题又出在哪呢 光天话雨之下 怎么就没人会注意到 他的一举一动呢 要知道 布雷维克做的这些事 都是在别人的注视下的 难免会有人觉得奇怪 很快 一个男人注意到了 布雷维克的可疑行径 立即把车牌号 报告给了警局 然而悲剧 往往只需要一个小漏洞 就可以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 由于通讯故障 目击者的信息 没能及时地抵达警局 一个当场逮捕凶手的机会 就这样错失了 九分钟以后 布雷维克按下了炸弹的开关 他的土炸弹爆炸了 当即造成八人遇难 许多人身受重伤 在爆炸发生后九分钟 警察才收到了目击者的警告 华务员认为这条消息很关键 便记在纸条上 但是他又不敢做主 于是就把纸条 放在了主管的桌子上 而那个时候 主管正在忙着打电话 那张纸条在主管的桌子上 静静地躺了二十分钟 使得警方又失去了一个 追捕凶手的机会 而这一点将会酿成更大的惨剧 可疑的面包车这一信息 终于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警局当即下令 封堵这辆面包车 可是正在附近执勤的警车 却忽视了来自警局的命令 继续在日常的巡逻路线上 瞎晃悠 爆炸发生的78分钟后 全国警报才开始拉响 但是让人扼管的是 当时布雷维克所在的区域 警报却未被拉响 原因又是简单的 让人急被发凉 当时警方的电脑系统 正处于节能模式 因此没有发送任何通知 挪威人的平安日子 过得太久了 以至于警方面对 如此程度的恐怖袭击 居然一时间不知所措 布雷维克因此有充足的时间 抵达最后的目的地 于特岛 于特岛在奥斯陆北边的一个湖里 是一个很小的岛屿 和陆地相隔500多米 平日里只能够依靠小杜伦往来 这就等于是给布雷维克 营造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杀戮环境 当布雷维克 抵达通往于特岛的港口时 港口的航线 因为炸弹爆炸的警告 已经被关闭了 但是不要忘了 布雷维克此时穿着一套警服 他声称自己是警察 要上岛巡逻 而港口的管理人员不加甄别 布雷维克毫不费劲地 就登上了渡轮 此时的于特岛上 挪威的一个政治团体 社会民主党的青年团 正在举行聚会 大概有700多人 参会者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少男少女 对于布雷维克来说 这个团体代表着的文化马克思主义 正是他所不齿的 登岛之后 伪装成警察的布雷维克 声称有恐怖袭击发生 轻而易举地将岛上所有人都召集在一起 然后就从包里掏出了枪 毫无征兆地对他们进行扫射 一时间子弹横飞 很多人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就被乱枪打死 顿时血流成河 人们惊慌失措地四散逃开 而布雷维克一边冷静地换着弹夹 一边继续向人群射击 有的人跳进水里 拼命地向陆地游过去 然而布雷维克不依不饶地 站在岸上向他们开火 很多人就在水里被子弹击中 失去了生命 据统计 布雷维克在于特岛打死了69人 还有一百多人受伤 伤亡者大多数都是十多岁的少年 这个时候警察在干什么呢 当最早的两个警察抵达内陆码头时 他们坐的竟然不是立刻登船 前往于特岛抓捕凶手 而是在原地呼叫支援 实际上 身为警察 面对这样的情况 明明应该冲锋陷阵 而不是在安全地带躲着 就在人们心急如焚 等待援军的时候 挪威警方派出的支援部队的表现 也是让人大跌眼镜 那两个胆小的警察通知援军 在靠近岛上的码头集合 但是援军一个个都是路痴 跑错了地方 到了三公里外的另一个码头 更让人崩溃的是 因为人数过多 援军乘坐的小渡轮超载了 发动机自动熄火 只能在湖上飘过去 造成了进一步的严格 在枪击案发生的75分钟后 姗姗来迟的警察终于赶到了现场 但是为时已晚 于特岛上满地尸体 还有很多受伤者在那痛苦的身影 一片地狱般的景象 布雷维克倒是很冷静 他没有抵抗 束手就擒 毫无疑问 布雷维克的袭击计划 圆满成功了 也达到了他的目的 现在他恨不得 让全世界都知道 他是谁 对于布雷维克来说 他成功地进入了计划的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撰写并发布宣言 第二阶段是执行袭击 第三个阶段 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 则是借法庭为舞台 来宣扬自己的世界观 这就是为什么 布雷维克很乐意被警察抓住的原因 布雷维克的疯狂举动震惊了全世界 他也立马成为了全球几百家媒体的焦点 对布雷维克的审判 从2012年4月中旬持续到6月中旬 媒体的关注也同步跟进 一直没有衰竭 然而这正是布雷维克想要的 法庭是舞台 媒体是闪光灯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表演了 庭审当日 布雷维克面对镜头 微笑着举起右臂 兴起了臭名昭著的纳粹礼 当法官宣读完对他的指控后 布雷维克被允许发言 为自己辩护 布雷维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公认不讳 但是却坚持自己无罪 他在法庭上慷慨沉词 声称自己这么做是为了拯救欧洲 是为了阻止马克思主义和伊斯兰教的蔓延 法官播放了一个布雷维克 发布在YouTube上面的视频 整个视频充斥着极右主义观点 看这段视频的时候 布雷维克居然流泪了 但心理学家解释说 流泪与忏悔无关 他是被自己感动坏了 在法庭上 布雷维克当众宣读了所谓的辩护书 某种程度上 相当于他一开始发表的宣言的口头总结 他再次强调 面对马克思主义与伊斯兰教的蔓延 欧洲急需一场武装的抵抗运动 需要再一次的十字军胜战 布雷维克称赞自己策划的这场恐怖袭击 是二战以来最惊人的一次袭击 是一次巨大的胜利 当检察官提及数以百计的遇难者和伤者时 布雷维克毫无回忆 拒绝忏悔和道歉 他声称 自己宁愿被枪毙或者被释放 也不愿蹲监狱 随后法警把他压了下去 布雷维克再次对镜头行了个纳粹礼 微笑着和法警一同离开 鉴于布雷维克疯狂的言行 让人们怀疑他的精神状况是否正常 对于法官来说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关系着布雷维克最终会不会进监狱服刑 有两位心理学家和布雷维克交谈后 认为他不过是个神经病 因为布雷维克经常把自己看成世界的中心 狂妄自大 这都是精神病患者常有的症状 因此心理学家得出的结论是 布雷维克患有偏执行分裂症 不必为这次恐怖袭击案件负责 也就是说他不用坐牢 但布雷维克居然对此很不满意 他觉得像他这样的歧视 一个写出大气磅礴的宣言的人 如果被认定只是一个神经病的话 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布雷维克提出了抗议 于是另两位心理学家对他重新进行了诊断 他们认为布雷维克一方面有自恋倾向 一方面有反社会人格 但是这和精神病毫无关系 布雷维克对此非常满意 2012年8月24日 法庭判处布雷维克挪威最重的刑法 21年有期徒刑 布雷维克微笑着接受了判决 判决下达之后 同布雷维克已经没有往来 在伦敦担任外交官的父亲 深感耻辱 他觉得自己再也无脸回到挪威 并且建议布雷维克自杀谢罪 同时世界上的很多人 被认为布雷维克应该被 就地正法枪毙一万次 然而欧洲绝大部分国家 早已废除了死刑 挪威同样如此 作为一个没有死刑 甚至没有无期徒刑的国家 挪威最高的刑罚 就是21年有期徒刑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布雷维克坐满21年的牢 就可以重返人间 等到布雷维克出狱的时候 他还要接受评估 如果评估结果认为 他还对社会有危害性 他还需要再坐五年的牢 依此叠加 也许布雷维克会一直把牢底坐穿 最后死在监狱里 不过就算布雷维克坐21年的牢 这也不是一件多糟糕的事 因为挪威的监狱豪华程度远近闻名 远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噩梦一般的地牢 几乎可以比肩高级公寓 布雷维克一个人住着一间三居室的房子 宽敞明亮 里面有各式家具和独立卫生间 不仅有电脑给他上网聊天 甚至还给他配了一台索尼PS2游戏机 除此之外 监狱里面还有健身房 运动场以及书房 一日三餐也是营养丰富 布雷维克入狱后就开始作怪 闹着要念大学 但是因为高中都没毕业 所以他得先考取高中文凭 在拿到高中文凭之后 布雷维克竟然成功地申请到了 奥斯陆大学选修政治学的机会 不过既拿不到毕业证 而且只能在监狱里上课 对此奥斯陆大学的校长说 每个人都有平等念大学的机会 但即便是这样 布雷维克还不满足 也就在今年 他把挪威政府告上了法庭 声称监狱条件太差 并且控告监狱侵犯了他的权益 比如狱警每天都会对他进行搜身 他认为这是不人道的 同时布雷维克对他的游戏机很不满意 认为监狱给他配的PS2游戏机太旧了 要求政府给他换一台新式的索尼PS3游戏机 这场匪夷所思的名告官的结果是 布雷维克赢了 法官认为布雷维克应该享有这些权利 于是在法庭上 布雷维克再次得意地举起了右手 行了一个纳粹礼 布雷维克的故事让人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他的一生开始于并不幸福的童年 青年时期缺乏管教 成年后一事无成 使他沉溺于网络和游戏 并最终陷入深渊 成为了挪威历史上最可怕的恐怖袭击案的行凶者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依旧有许多人为布雷维克的所作所为叫好 把他作为自己将来的奋斗目标 不排除未来的某一天 布雷维克会作为右派的精神偶像 重新粉末登场 而这一点让人不禁产生了深深的含义